对于中国人来说 一日之际在于晨 自然早餐这个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就比较重要了 北方人就是油条豆浆是标配 早上起来一根榨的金黄酥软的油条 配上可口的豆浆 简直是为一天开启了美好的开始 而油条的制作呢 在各地也不同的制作方法和风俗 但是总而言之 油条炸得好不好 厨师的功夫还是要到家的 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小乡村 都离不开油条烘托气氛 热热闹闹的集市上 每逢过年过节 油条都是必备品 你们那里是怎么吃油条呢 你可能不知道 印度也有油条 在印度 可能大家听到的第一反应 可能就是印度的美女和环境 环境脏乱差 美女的安全都不能很好的保证 所以大家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今天我们要说的跟这些都没关系 我们也来说一说 印度的油条 没错 印度飞饼的存在是大家都知晓的 各个特色饭店也开始加上了 印度飞饼来作为自己的一个 招揽顾客的噱头 但油条呢 你可曾见过 印度的油条跟国内的做法 有一点不一样 中国人讲究油条的酥软 以及内里咬下去的那种口感 而印度的油条则更大程度上像是炸面条 没有国内的那种空洞的感觉 就是很实在的油条 观看卖相 也许不错 来尝一口跟国内也是不一样的口感 但是我想 看过他们的制作环境 你就不会这么小了 所以有网友说到 印度油条和中国油条不能比 能吃下去的 算你厉害 印度环境的不好 不只体现在治安方面 更体现在某些餐饮的方面 乌黑的手也许上一刻拿着垃圾 下一秒就开始抓面团给你制作 麻布也不知道擦过多少地方 看看图片和周围堆积成山的垃圾 你还吃得下去吗 文化不同 虽然我们不能认同接受 但要注意 在外里有一定要尊重当地文化 感谢观看